一群穿着宽松长袍的泰国人 手里拿着刀剑武器 把学生们往窗户边赶 稍有反抗 立刻毫不客气地砍上去 然后又有几个人 各自吃一块烧红的烙铁 往那些人身上烫去 还把一些烧红的炭 往他们脚线扔 在一边凄惨的哭声中 有人实在承受不了 无奈跳楼 还有一些残忍对视 被迫喝药的 那一瓶瓶的黄色药瓶 喝下去没几分钟 就口涂白沫倒地而亡 更多的则是在绝望中悬梁自尽 整个房间里奇惨一片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惨绝人寰 夜双这么强大的心理 也感到承受不住 握紧拳头 闭上了眼睛 看看呐 叶天使 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林霄的声音再度响起 夜少阳睁开眼 看到一地的尸体 紫月 无乐意 泰国法师 还有一个年轻人 夜少阳通过面相 判断出 他是三十年前的渡虎 微微缩缩地躲在紫月身后 这一行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间的正中间 在那里 房间正中间悬挂着一个人 披头散发 是个姑娘 几个泰国人正在用铁棍 敲打他的双腿 发出的那种门响 令夜少阳浑身站立 这应该就是当年的林霄 我 我受不了了 谢月轻带着哭腔的声音 在耳边传来 那你就闭上眼睛 捂住耳朵 一个泰国人 凶狠地看着林霄 把一瓶药水凑到他嘴边 林霄大声哭泣着 不愿屈从 在那位泰国法师的授意下 一个家伙 从一个煤炉子里 抽出了一根滚烫的钳子 烙在他被砍断的双腿上 呲的一声 一股白气冒起 林霄的口中 发出不死人声的惨叫 口中七声念叨 一笔之脱 锁物凌善 魂醒之日 诸神烈魂 眼笔 吐出舌头 用力咬断舌根而死 夜少阳的心中 骇然到了极点 林霄用的是 法朱界通用的 试魂血咒 法师在触发了 试魂血咒之后 咬舌自尽的话 一身法力会转变成羞尾 瞬间成为厉鬼 但心中怨念极神 无法超度 画面中 那泰国巫师 在听到林霄念 试魂血咒的时候 当场一惊 拨开众人 跑到了林霄身边 从袖子里 拿出一把 亮晶晶的枣子一样的东西 对着林霄的太阳穴 用力盯了下去 金光四射中 将到浑身散发出来的 强大怨气 打回到了身体内 那泰国巫师 趁我魂魄未能离开的时候 用那把铁蝎子模样的东西 把我的灵魂定住 当时吴乐意建议把我灭魂 以免日后报复 但是那吴师不同意 他的神级变县级术中 正好需要一个强大的厉鬼 做魂魂 也来不及去重新找 于是用那铁蝎子 把我尸体上定了七下 使我无法逃脱 就这样完成了县级 在林霄说话的同时 眼前的场景 也在一点点改变 一切都淡了下去 出现了光照不尽的黑暗 相比开始扭矩 渗出血来 林霄的鬼影 若隐若显 悠悠地说道 我无法回逃 不是因为我个人 而是因为对方怕我作乱 压了我一缕原神 在紫月那里 我知道你是天师 但是你斗不过紫月 和那大巫师的 可以试试 不是怎么知道 叶少阳望着林霄的鬼影 用坚定的口吻说道 林霄沉默良久 说道 前师爷有强有弱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输了 你就跟那姑娘一样 眼鼻 双鼻挥舞 远气蔓延 墙体更加扭曲 出现了一张张鬼脸 表情一个比一个痛苦 好哭连连 震耳欲聋 一只手从后面 抓住了叶少阳 少阳 叶少阳回头 看到是谢雨晴 一把拉到自己身边 让他跟着自己 台眼看去 那些鬼影 已经从墙体里离开 虽然一个个身影虚幻 但是通过他们的衣装 叶少阳一眼就认出 他们都是当年那些 死在这里的学生 怎么 怎么这么多鬼啊 谢雨晴浑身站立不已 这不是鬼 这是他们当年 留下来的残念 被林小操控了 说话间 这些鬼影的口鼻耳中 不断流出鲜血 一点点流过二人的脚面 那种冰凉的 黏糊糊的感觉 让谢雨晴浑身难受 但咬牙坚持 不敢打扰叶少阳 叶少阳也没有闲着 从腰带里磨出六张灵符 用太乙扶尘 炸了下朱砂 一瞬间化完 突然一阳手 全部大飞出去 一心三用 左手用太乙扶尘 凌空血印 右手对着六枚符纸 喷洒法水 口中念动 封都大地前鬼咒 一入封都门 凡尘万事休 鬼窟玉陵万劫煞 难鸣鬼火 玄灯起 此为大地 积极如立令 太乙扶尘 凌空一扫 从地上 引动血水 卷入了六枚灵符 灵符中黑气大方 燃起六速鬼火 围绕着夜省二人 旋转起来 这封都大地前鬼咒 便是在 怨气集结的环境中使用 可燃烧怨气 形成鬼火 也算是借力打力 四周不断飘来 鬼影残念 一旦遭受鬼火 坚持不到几秒钟 立刻被燃烧化紧 变作黑烟 黑烟在对面集结 隐隐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鬼影 正是林小 她的身体越往中间才越真切 面目猙獰 浑身怨气爆发 如同烟雾一般 缓缓地生疼 只见她冷笑一声 声音消失 身影暴射 一股股怨气 排山倒海地袭来 鬼影重重 不断侵蚀着六枚玄灯鬼火 看上去摇摇欲坠 连丰都大地 潜鬼咒都能破解 叶少阳心下一惊 倒也想试一试林小的实力 当下摸出七星龙泉剑 剑滑舞动 连续刺中六枚符火 穿在了剑刃上 左手始终二指 夹住剑刃 向前一撸 将六枚符火 掩置二指之间 便在这一时 感到双腿一紧 低头看去 一只面目恐怖的女鬼 从血水中窜了出来 抱住自己双腿 向上攀爬着 怨气入侵 令叶少感到遍体深寒 右手持剑朝下刺去 临角双手一把抓住剑身 强大的怨气 与七星龙泉剑的灵力 相杀消耗 居然让叶少隐隐 有一种脱手之感